中俄两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从这个月的8号正式开始 中共海军共有7艘舰艇参加 中共的官方媒体都在高调报道这次中俄联合军事演习 但是有专家指出 中俄两国在中共出卖的自己的国土上军演 行为可耻 也有媒体讽刺说 你能想象把你的家给强占了 然后再以主人的名义邀请你过来打麻将吗 让我们看看以下的报道 中共喉舌声称 中国共有7艘舰艇抵达俄国的 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外海彼得大地湾 参加中俄联合军演 但中共媒体普遍避谈军演地点 其实就是中国人普遍认识的海深威 而采用俄罗斯的称呼弗拉迪沃斯托克 长江三角洲地区发行的综合性日报 现代快报的官方微博发文说 中俄军演处为中国割让 在这里军演 怎么看怎么有种耻辱中国的意味 你能想象 我把你家给强占了 然后再以主人的名义 邀请你过来打麻将吗 旅美中国民主党全委会 美国委员会主席张健指出 中共强调老百姓应该爱国 却用俄罗斯的名字称呼中国故土 不仅说明中共对自己国土的不重视 也是再次对爱国人士的伤口上撒一把言 大家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国家 是欠占我们中华民族土地最多的一个国家 那么在这个时刻和周边时刻 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摩擦 那么却选择了和中国人民历史上 有这样一个结下的一个很多的一个仇恨的一个国家 据大纪元新闻网整理报道 1949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协议 中方除了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外 还承认海参威是苏联固有领土 同时包括海参威所辖的所有郊区 而1999年12月9号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订 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 这个议定书构成了今后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 2001年7月16号 江泽民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 中俄牧林友好合作条约 使俄罗斯与清政府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正式合法化 其中包括1860年 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 这个条约将海参威割让给了俄国 报道说 这桩关系到国家领土的大事 一直被江泽民隐瞒 直到几年后 这个条约经俄方公布 中国人才得知将悄悄地出卖了大片国土 旅美政论家 美国中文媒体中国事务总编武凡指出 中共一直用土地讨好俄国人 像1924年给斯大林霸占的中国黑瞎子岛 几年前就送给了俄国人一半 中共还大肆宣称收回了领土 吴凡表示 中国所有的爱国人士都厌恶中共的卖国行为 维基百科显示 清朝最大国土面积达1400多万平方公里 在两岸分治前 中华民国也有1141万8174平方公里 白官形状呈秋海糖形 而到中共执政后 领土只有960万平方公里了 中共一执政 18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就悄悄地没了 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撰文指出 中共在历史上种种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 譬如中国彻底丧失外蒙古等等 这些行为源于其基因 因为它骨子里根本就是苏俄的 中共从成立那天起 只不过是共产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 完全是苏共豢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